来 我们上课了 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叫做E of Y的Comference Interval 就是Y期望值的信赖区间 那么大家都了解了 它这个整条线会被包夹在这么一个狭长的一个区域里 这叫做E of Y的信赖区间 那么现在我们谈下一个信赖区间 这个信赖区间叫做我们谈Y的信赖区间 总是注意到E of Y跟Y这两个东西就差一个X 那么E of Y我们的理解它是一条直线 它是一条回归线 这条回归线到底会在哪个范围之内摆档 我们说有95%的把握 99%的把握 我们走到一个现在的一个区间 这样一个狭长的区域 认为E of Y这条线会在那个狭长的区域里头 现在我们不是找E of Y这个东西的信赖区间 我们找Y Y的信赖区间 由于Y是E Y加上Epsilon 那你可想的是Y的值是比E of Y还在多一个量 多一个Epsilon 虽然这个Epsilon可正可负 如果Epsilon是负的话 Y的值会比EY还小 Epsilon如果正的话 比EY的值还大 可是在变化的程度上来讲的话 由于它多了一个量 所以它的变化程度 一定会比E of Y的变化程度 还来的大还是小 用你的知觉告诉我 大 当然好大 你有两个东西 交互振动或是交互变化 你加上去以后 两个的那个变化 一个本来振动这样 一个变动这样 两个相加起来 振动幅度会来得更大 OK 所以 可想而知啊 这个量会比较大 那它走的路线还是一样呢 它一样的是 你在X star这个地方 对应上去 去找一个呢 回归固测线上面的点 对不对 回归固测线 固测线上面的点 加减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 这个东西 和这个东西 我看它的符号是用什么 现在课本的符号有什么 你看到636页 它叫Predict 它叫Predict Pied 好 叫Pied Pied 一样乘上T hoy N- 接近 非常类似 是差别差在 变异数这个地方 标准差别的地方 其他都完全一样 是吧 那么它这个Predict的这个量呢 是怎么样的量呢 S Predict 是 好 等到这里看一下 S Predict的平方 是原来只有S平方 乘上n分之一的这样子的东西 现在多加了一个1 多加了一个事实上的整个量 是多了一个S平方 看到没有 为什么多了一个S平方 变异数为什么多了一个S平方 从这个地方很清楚可以看得到 它的变异数是这个的变异数 再加上Epsilon的变异数 看到没有 Epsilon的变异数是什么 Sigma平方 Sigma平方不知道 Sigma平方的固定是什么 是S平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边要多一个S平方 所以很简单 两个事实上是同一件事 你只要知道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很快就可以推出来 你要去分辨出来 你在谈的是 E of Y的信赖区间 还是Y的信赖区间 E of Y的信赖区间 我们把它叫做Y期望值的信赖区间 可是这个信赖区间 我给你讲 课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法 说这种信赖区间叫什么信赖区间你知道吗 它叫Prediction 它这个区间啊 虽然也是信赖区间的一种 可是它的作用 不在于包夹它 它的作用在于什么 在做Prediction Prediction叫什么 在做预测 预测谁啦 预测谁啦 预测谁 预测Y Y 下一个Y会出现在哪里 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要预测下一个Y出现在哪个地方 我用的方法是什么 用这个式子 来预测下一个Y会出现在哪里 可是原来我们谈EY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叫预测呢 因为它没有预测的概念 它纯粹就是你把我找一个信赖区间 找一个EY期望值 Y的期望值的信赖区间 纯粹就是把我找EY的信赖区间 可是这边你谈Y的时候 下一个Y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你帮我预测一下吧 Y会出现在哪里 因为多了一个Excel 无从掌握起 所以这个地方变化莫测了 所以它才把它叫预测区间 Prediction Interface 所以你如果听到Prediction Interface 你知道怎么做 Prediction Interface 你要知道 同样的概念 但这个地方换成Prediction Prediction的话呢 这边多了一个Excel 其他一样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一样的 整个这Prediction Interface 一样会有个最狭窄的地方 狭窄的地方 就是出现在X等X大的时候 X等X大的时候 这一样这个地方是不等于0 可是父母 父母是什么 同学你知道 父母是N个X点 每一个点跟X bar的相差的平方的相加 所以这边有多少项 父母这边有N项 分子只有其中一项而已哦 大家知道 所以这个量是比这个父母是少很多了 也是相当大概N人之一左右 对N人之一左右 多了那么一点点 那这边多了一个1 多了一个1的话 那就不止多一点点了 所以它的变化的程度啊 比原来Excel的变化程度还来大 原来没有加一个这个1的时候 它比Excel的变化程度还来的小 现在多了一个这个下去以后 那变化程度比Excel的变化程度还来大 可以看到出来 是吧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吗 所以同学你看一下637页 它画了一个图啊 它说啊 你看原来那个画蓝色的那个线呢 蓝色的两条 那个虚线 围着一片狭长的一块地带 这个狭长的区域啊 就是confident interval 狭长的就在confident interval 那么prediction interval的话呢 它你看它的宽度啊 它就比呢 狭长的这个蓝色的虚线 所为的宽度还来的大了 那大了不少 为什么 因为它大了一个sigma平方 大了一个sigma平方那样的一个量 所以prediction interval无疑的 要比E of Y的confident interval 来的宽 宽的不少 原来你看635页那个图啊 那也是一个狭长的地带 那么你多了一个sigma平方下去以后 那变得大很大了 那么数学试词呢 你要了解14-22跟14-23 主要应用是用14-23 14-23那个试词呢 同学们可以去计算 那么14-26这个试词呢 就是多了一个s平方的那个试词 开根号 s提出来 就是14-26 你一样可以算 那么我们用的 算interval的这个试词呢 14-27 14-24 这两个试词呢 都是在算这个confident interval用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14-7 这一节啦 computer solution 那这一节呢 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去读呢 这个报表 这个上一次也没讲过 讲过了没有 会读了吧 有没有哪个地方不懂 还有老师在说明的 举手 都没问题 都会读了 好那很好 那640页那个报表啊 最底下的地方 有一个predictive values for new observations 那个地方出来了 你看啊 那个地方就是 你有一个新的observation 那么 你的fit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x star的值 那么 不对 不是x star 那是y hat的值 那个fit就是这个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叫fit fit进去的值 那叫fit standard error of fit standard error fit 是这个值 然后他告诉你 95%confident interval 95%predictive interval 大家有没有读到 PI PI就predictive interval CI就confident interval 他都帮你算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电脑报表了 你要会cut 它是什么意思 考试会有个题目呢 就像44、42、43这种题目呢 给你一个报表 然后请你回答问题 啊 相中问题是很典型的问题 甚至有些报表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呢 你应该可以从报表 其他的 其他的 这个项目上面呢 你可以去算出啊 还没有填满的项目 你懂我意思吗 这边倒没有这个例子 其实如果你知道 SST 跟给你SSD 你可以算SSR吗 可以吗 那SSR的自由度 应该等于多少 你是不是也可以填 懂吗 所以这个anova table 事实上呢 如果了解他们的关系 你是可以把它全部都填满的 那么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我把anova table 通通告诉各位 我就会请你去回答 我底下的一些题目 那像这种东西都是很standard的问题 那还是要鼓励大家同学呢 你有mini-type在手 所以 有机会mini-type把我们 这个CT 做完以后呢 用mini-type去淘宝看 那去对找一下 你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出来 会有一些理解 会对这个 这个内容呢 会多一些把握 好我们到14-7了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 14-8 你们在准备每一张的 你知道我们考试有两种题目 一种题目是解释 观念解释 观念解释会给你 好比说一个概念 请解释一下 好比说问你 什么叫回归啊 说明一下什么叫回归 是吧 那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应该想回归 它是要把 某一个 等号 左手边 这个叫Y 这个叫什么数 这什么叫Dependent variable 这叫E变数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Dependent variable 依靠人家的变数 其实任何变数 如果你想要去解析它 你想要去回归它 做它的本 归它的原的话呢 探它的原的话呢 你是想办法要去解释它 找一些自变数 这些东西叫什么 叫做 Independent variable 所以它叫自变数 这些自变数呢 P个 就是你今天之所以会有Y的源头 是这样来的 在理念上头是说呢 就是因为这些X 用来可以解释Y 这个概念 懂吗 懂吗 那么 这些X呢 如果 可以表现成为 这样的一个数学是 我们说 你给我这些X1 X2到XP 所有这些自变数的值 我带到这个字里头 我就可以告诉你 Y应该凭多少 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概念 是因果关系 还是相关性 这两个概念啊 请同学留意一下 这个概念 叫做因果关系 这个概念叫相关性 哪一个比较强 因果关系比较强 还是相关性比较强 因果关系 所以 如果你能够帮我找一个因果关系的话 那是等于在研究力学 研究化学 研究那种科学性的 想帮我去找出它的成因 然后那个成因是造成 它是说也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结果的根本的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 它的因果关系 像材料科学 像力学 像这种科学性 自然科学的探讨 同同都是 绝大部分的追求 它的因果关系 可是相关性的话呢 只是在找 它跟哪些东西产生关联 知道吗 产生关联 难道就代表 有因果关系吗 有关联对表因果关系吗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像这样说 它说 冰激凌使用量比较大的地区 治安比较不好 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就去做一个回归哦 我跟你讲哦 它拿犯罪率当Y 然后拿冰激凌使用量当水平的X 这个是犯罪率 这个是冰激凌 冰激凌的 冰激凌的消 这个消费量 当X 所以它发觉啊 两者之间啊 这样的关系 回归去 天哪 还敢吃冰激凌吗 是吧 你要跑一个地方 你要住在哪一个城市里头 冰激凌使用量比较少的地方 那个地方 自然会比较好一些 知道吗 可是你可以说 人吃的冰激凌 所以比较容易犯罪呢 如果人吃的冰激凌 比较容易犯罪的话 冰激凌是犯罪的什么 因果关系 如果犯罪率 只是跟吃冰激凌 有相关性的话 那这两者 不是因果关系 而是什么关系 只是相关性而已 那这个相关性怎么来了呢 有谁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吃冰激凌 吃的比较多的地区 人们比较容易犯罪 解释一下 来 解释一下 这个题目是很有名的例子 解释一下 谁来 谁让你的想象力 驰骋一下 后面同学 来 让你的想象力 去奔驰一下 你想想看 为什么 吃冰激凌 比较多的地方 犯罪率会比较高 怎么解释 谁来说 谁说了 我加分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对你说 分数能使学生 愿意 回答问题 来 那个 子梯 来 女性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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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要吃 他们容易吃 而且 比较热的地方 比较容易 女性比较容易穿的比较少 就很容易有很多的饮用 这个是很必然的 或是相反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 所以这个相关性 没错 你讲讲对了 可能发觉比较热的地带 你看 麦阿密 麦阿密那地方 犯罪率多高 比较热的地方 有这样的倾向 就是说 比较热 这个人会穿的比较少 性犯罪方面 会比较容易受到启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就比较 灶热 比较灶热的话 脾气比较暴躁 就比较容易呢 产生一些暴动啊 或者一些控制不住的行为 就容易犯罪 这没有错 对吧 这个解释 确实是 都是这样的解释 还没有别的解释 来 陈浩 比较少年 小孩在吃 小孩在吃 然后小孩在做 你说小孩子比较多 然后呢 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 出生率比较高 出生率比较高的地方会比较贫穷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好像比较富有的地方 出生率比较不会那么高 比较贫穷的地方的话 小孩出生率比较高 是这样的 好像有这样的相关性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也加分 这个也是个 也是不错的一种关联性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相关性 就是说你如果 比较热的地方的话呢 你会小孩出生率会比较高 那地方呢 一般来讲会比较贫穷 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吧 也是一种解释 可是像非洲虽然很热 可是应该没有什么冰激凌可以吃吧 那 以前没有冰激凌 不过现在应该有冰激凌 现在你可以说全世界哪个地方没有冰激凌可以吃 非洲有没有冰激凌 非洲都有可口可乐 你们看那个在报道非洲的消息上 非洲现在很多地方也蛮进步了 高速公路啊 铁路 高速铁路啊 是不是 都很进步了 所以 如果你找相关性来谈的话 事实上呢 这里头有很多的相关性 所以回归我们 对不起 回归我们找的 不是找因果性 是找相关性 所以这些质变数 这些X 跟Y是有高度关联 是有相关的 而不是说 是这些X 导致Y的产生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上走吗 所以如果是 association的话呢 这个是关联性 那如果是causality 这种因果性的话 那是causally related 一种因果的关联 因果的关联 人家是踏踏实实 道道地地的一种观点 的一种 一种关系 它导致它产生 这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 回归啊 那么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解说 就是质变数 然后依变数 我们希望能找出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点 这个观念上的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另外 我们还讲哪些东西啊 我们说呢 这个 有观念考题 观念考题啊 基本上呢 是测试各位同学的观念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662页 662页跟661页 每一章的最后面都有一个glossary 这个glossary呢 就是该章节里头 该章里头的 这个重要的一些 一些名词 重要的观念 同学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应该多多看一看 然后透过这些 这些概念的回顾啊 去掌握呢 这一章里头重要概念 回归模型 什么叫回归模型 如果来问你这个问题 你应该可以回答了 什么叫list square 什么叫list square method 这是最小平方 最小平方法 是什么概念啊 最小误差 最小误差平方 那是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量 那最小化 就让它这些点 跟这条线 这些误差 这是误差 这误差有正有负 所以我先把它平方 再相加 总误差量 总的误差量平方的相 去算它的最小 知道吧 所以透过 透过这条线 这条线是B0 加B1 乘以X1 B0跟B1还未知哦 所以哦 B0跟B1是未知数哦 由于为了使它最小 我们用了微积分 然后使它一次微分等于0 所以得到两个连利方程式 算出B0跟B1出来 所以B0跟B1是一组什么样的值啊 是一组使得你这个量最小的那一组值 知道吗 是这个概念 所以是使用最小平方 这个方法 叫LeastSquare LSE Error LeastSquare Method 这个方法呢 去决定 回归方程式 所以回归方程式的B0跟B1呢 它是这样决定的 那这个B0 B1是β0跟β1的什么东西 的估测量 所以B0和B1所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估测线啊 是回归估测线 所以如果我问你这个概念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 这个 回归估测线跟回归线 差异在哪里 那这个是回归线 回归估测线是这个 这条是β0加β1 x1 这条是B0 加B1 x1 这两条线 是不一样的线 差别和在 这是一个回答 这个是随着样本而变的 对不对 这是某一个样本给了你 你从这个样本当中 找一条穿越这些样本的点 到那条线 那条线 是this square 这个error 所算出来的那条线 对不对 这条线跟它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什么 谁说一下 软正软 软正软 你说软 这条是什么 这条叫 这条叫什么 这条才是回归估测线 上面叫回归线 这个回归线是理论上所存在的线 这条是实际上 你给我一个样本 我就可以给你一条线 那这个样本之所以 能够算出这条线出来 其实你想想看 你b0跟b1要能够算得出来 也是建立在呢 这个回归线的一些基础的假设上 我们算它出来 所以一切都还是从 这个回归模型上头去导出来 知道吧 所以这是理论上头 存在有个beta0跟beta1 所以我们才说 实质上头我们可以算出b0加b1 这个线出来 所以这个是实际上头的data 所算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理论上头 你假设它存在的一条线 知道吧 所以这两个有所不同 另外还有这两个还有什么关系呢 b0跟b1 分别是beta0跟beta1是什么 无偏估测量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OK 无偏估测量 那么b1跟b0 事实上他们都是 常态分布 我们说b1是个常态分布 b1是什么样的常态分布 b1是什么样的常态分布 b1的期望值是什么东西 b1是常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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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的期望值是beta1 变异数是这个 这是它的变异数 那这个事实呢 告诉我们说 它的变异数这里头呢 有一个未知的sigma平方 OK 我们再看一下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决定系数 什么是决定系数 如果我问你 解释名词什么叫决定系数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题目 何谓决定系数 你会不会回答 他说你在看他英文上面 他这边界定 他说呢是一个 Goodness of Faith of Estimated Equation 你这个 回归顾测线 的一个 一个适切的一个程度 一个测量 你说他适切度有多高 适切 你的适切度 你的适合度有多高 OK 然后 它可以解释成为什么东西 出于什么东西 它是说 Portion of the variability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at is explained by the estimated immigration equation 就是说 你在Y上面的 变异数 在Y上面的变异数 这个是Y的种变异数 百分之多少 这个变异数的 百分之比 百分之多少 被 这一条 回归顾测线 解释 那你看 就是这个 这边一个Y 你把Y 用回归顾测线 上面那个Y的值 取代了它 其他一样 你看这 分子跟父母唯一差别 就是这个东西 那显然就是用Y 去取代了Y 取代它是什么意思 这观念 还是要 请同学们要强调一下 这个观念还是很重要 你看你的Y的值 Y的值是不是在这边 你的Y在这边 所以Y当中呢 你能够 算一个Y吧 Y吧 Y吧 假如是这条 这条是Y吧 那你看 所有的Yi 是不是会跟Y吧 会有个差距 会有个差距 对不对 就是父母这个量 这个量啊 是最大的 这个量呢 如果我这个回归的 这个方程 这个质变数 是取得好的话 我这一Y的值啊 假设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找一条 回归线 这条回归线呢 就可以取代 所有这些点 的Y坐标 然后呢 去算出 回归线上的这个点 辐测线的点 跟Y吧之间 你看 Y是这条 这条是Y吧 Y上面的点 跟对应到Y吧 这个差距 这个差距 这边到这边的差距 把这些线段的长度平方 相加总 就是这个分子啊 对不对 这个分子只是全部变异数的 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幅度如果很大 如果是接近一的话 如果是等于一的话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 所有的点 跟Y吧之间的 相差的量 事实上就是 违规估设线 跟Y吧之间的 差异 只有一种状况 才有可能是等于一 哪一种状况 点通通 点通通跑到线上面去啦 只有这样的点都移到那边去啦 线外面的点都不见啦 所有的点都跑到线上面去啦 看到没 才有可能 线上的点 就是点 点 通通在线上 点通通在线上 线上的点就是观察点的话 那当然这种情况下 百分之百 这是等于一 等于一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点 自动成一条线 所以你发贷回归线 刚好都通过它们 像你做虎克定律 砝码 把那个砝码 这砝码的重量有多大 这个弹簧被拉扯的那个程度 就有多长 对不对 所以 那个砝码的重量 就跟这个 弹簧被拉扯的那个 长度 就形成一个 异步异趋的一种 百分之百的一种 相关性 那它的关系呢 几乎可以说是一百 百分之一百 是吧 这可以得到更加两千分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当然就要去算它了 如果你的点呢 是布满了整个空间 那你找了一条线穿过它 你希望能够用这条线 去代表这些点的话 那当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代表 对不对 那代表性就不够高 代表性不够高的话 你就看这个量有多大 它去除以它 就是代表它的代表性 就是它的代表性 这个是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那么我们也证明说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是相当于什么 我们证明的是什么 相当于什么东西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相当于什么东西 相关系数的平方 所以呢我们回归呢 做来做去呢 我们为什么强调 回归线上面的关系 不是因果关系 而是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 所以才会说 它的决定系数呢 就是相当于 相关系数的平方 我们也很快的 会证明一下 我们上回也都已经证明 多个同学看过 所以回归的概念呢 只是相关而已 而不是因果关系 那么 那我们也说了 这个MSE MSE是它的自由度有几个 十分解二 所以你的SSE呢 你SSE是这个 这个自由度是N 减掉二 二从哪里来 是从这个地方买的 因为它决定Y hat 是V0加V1乘XI 有两个东西可以决定 线上的点的值 两个东西 就两个系数就可以了 V0跟V1 这两个给了你以后 就决定了Y hat 所以Y hat 有几个 N个 Y hat 有几个东西决定它 有两个 所以扣掉两个 它自由度是N减2 所以如果 你知道MSE的算法 这个MSE啊 就是S平方 就是S平方的 RM-Biased Estimate 股片股车辆 你看到662页这边 都谈满多了 然后Annova Table会做吧 Annova Table也都会做了 所以大概 这个 14张这里头啊 再来就是 假设简定 简定Ban-1 有没有等于0 我可以问一下 假设 假设的这个Ban-1等于0 是什么意思啊 也是检验Ban-1等于0 你的H0如果是 Ban-1等于0 这是什么意思 Ban-1等于是什么意思 X1 跟Y之间 没有关联性 对吗 所以解释Y来讲的话 X不应该在模型里头 所以你某一个Ban-1等于0的话 内向的X 是整个会等于0 知道吧 所以你去检验Ban-1等于0 我检验某一个Ban-1等于0 事实上在检验什么 在检验 它的 质变数 那个XI 跟Y之间 有没有关联性 它是不是一个 解释Y的一个好的质变数 如果它等于0被拒绝了 那代表 这个关联性是存在的 如果它没有被拒绝 Ban-1等于0了 等于0就代表X1 不应该跟Y有关联性 所以它不应该放在回归模型里头 OK 下回休息 看还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